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怎样出病才是静孝道 问现在报纸上常有报道大出病的消息 既劳民伤财又影响交通、市容 也已当今时代不符 可大操大半的人却说这是静孝道 我看世界上信奉耶稣 上帝的国家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大半的 按佛教道理应该如何办好丧葬才是静了孝道 打我们国家提倡无神论 是让我们的人民相信 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改造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也是符合佛教道理的 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相信佛教六道轮回理论 可许多人在亲人死亡时的习俗 却与佛教的道理有相同之处 比如相信人有灵魂佛教称作神时 死后要过头七、二七、三七 一直到七七四十九天 这也是从佛教地藏经中汲取过来的 更有许多错误的观念和属于民俗的不如法习惯 如认为人死为鬼 为其烧纸钱铭币指人指马指牛 用鸡鸭鱼肉祭鬼神等 怎样办丧事才有利于亡者 请看地藏经的经文 未来现在诸众生等 临命终日 得闻一佛名 一菩萨名 一辟知佛名 不问有罪无罪 惜得解脱 若有男子女人 再生不休善因 多造重罪 命终之后 眷属小大 未造福利 一切盛事 七分之中而难获一 六分功的 生者自立 以示之故 未来现在善男女等 文件自修 纷纷挤获 无常大鬼 不期而到 明明有神 未知最福 七七日内 如痴如龙 或在诸丝辩论业果 神定之后 聚业受生 未策之间 千万愁苦 何况堕于诸恶趣等 是命中人 未得受生 在七七日内 念念之间 望诸骨肉眷属 与葬福利就把 过世日后 随夜受报 若是罪人 动静千百岁中 无解脱日 若是五无见罪 堕大地狱 千劫万劫 永受众谱 若有灵命中人 家中眷属 乃至一人 未是病人高生念一佛名 是命中人 除五无见罪 余夜报等息的消灭 是五无见罪 虽至极重 动静一劫 了不得出 成四离命中时 他人为其称念佛名 于是最终 意见消灭 何况众生自称自念 祸福无量 灭无量罪 请没读过地藏菩萨本愿共的经的先生离世 一定要请一本仔细阅读学习 如能请到宣化上人的地藏菩萨 本愿经浅诗 就更容易明白 自己的眷属亲人临终前后到出病前 只有为他念经念佛才能帮助他往生善道 用众生肉攻鬼神或伴丧事期间吃众生肉 反而给亡者增加了罪业 最好在四十九天之内断肉断酒 最少也要在出病这几天段 出九肉葱蒜韭菜几蛋类 众眷属全体或分批为王者念诵地藏经 每天少则一遍 多则不限 其一时间念那摩阿弥陀佛佛符号不断 用念佛气领诵 跟着诵佛号的人越多越好 诵经念佛时 自己的心力要集中在经文或佛号上 心里一定要有为王者往生极乐国土而念佛诵经的信念 如果嘴里念经念佛 心肠散乱不当回事 王者则不能获最大的利益 以后每到一个七天 都要在家里的佛像前可令王者牌位或照片在佛像旁 念上三至七遍地藏经 可以一个人念 也可以多人念 不便到王者家来的眷属 可以在自己家佛像前为王者念经历不历牌位均可 只要在诵经或念佛或念诵大悲咒二十一遍或四十九遍之前说上一句为某某而念 恳求佛力加持往生极乐世界即可 果真照上述要求去诵经念佛超度王者 王者必能获大利益 如果王者生前就是为持戒念佛的人 不论持戒时间长短 一定会往生极乐国土的 如果生前不是持戒念佛人 也一定往生天上或人间 假如诵经的人不能持戒 王者则不能得大利益 但绝不会剁三二道 天人发修罗 人是三善道 畜生傍生 可鬼 地狱是三二道 七夕之内杀生吃肉 会增加王者罪业 披麻戴孝 烧值钱以及大量的花圈花篮等劳民伤财之举 对王者不仅毫无帮助 反而消了王者的福报 等于花了他下一生的钱 因此孝敬老人应当是在他生前 而不是在死后 地藏经上说 灵命忠实 父母眷属 以为赦福 以资前路 或悬翻盖 即燃有灯 或转独尊经 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 乃至念佛菩萨及疲之佛名字 一名一号 一灵中人耳根 或闻在本时 是诸众生所造的也 既其赶果 必多乐趣 原是眷属为灵中人修此圣音 如是重罪 席皆消灭 若能更为生死之后 七七日内 广造众善 能实施诸众生永离乐趣 得生人天 寿圣妙了 现在眷属 利益无量 刚刚死去的人 在七七日内 念念之间 望诸骨肉眷属 与脏福利就把 过世日后 随夜受报 所以 王者的亲人 应当四十九天之内 多多念佛念经 才是对王者最大的帮助 错误办丧事的做法 王者的神识俗称灵魂是非常恼怒你的 但是阴阳两格 他能看得见听得见家人所作所说的一切 并知道每个人心思所想 却无法与家人沟通了 如果王者生前与你有什么矛盾 你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 你只要为他能诚心念佛诵经 不仅能化解你们之间的怨恨 王者还会感激于你 所以一切孝顺 而你应当学习一下地藏经 改革错误的殡葬习俗 那才是令王者获益 令生者获利 帝国利民的明智之举 国利民的明智之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